火災现场一片狼藉 受灾住户的房子烧得金光 几乎都只剩下骨架 进入旱季的缅甸 时不时就会发生火灾 阳光辞职志工带着物资 乘船渡河到对岸送关怀 志工亲自为受灾的六户家庭 送上未问津 同时带领众人一起前程 为花莲祈福 火灾发放后 缅甸慈激志工 新系台湾大家齐聚会所祈祷 希望把祝福送回新领故乡 天灾不可预知 但来自全球慈禁人满满的爱 将陪伴花莲民众在灾后重新战起 带新闻黄露发泰左左 缅甸报道 明天灾不可预知 明天灾不可预知